馬斯達這兩年 創起的那麼快 最主要就是它是日本原裝進口 台灣人很愛日本原裝進口 日本人做東西不會偷工剪料 而且它真的做工很實在 哈囉 大家好 我是豪哥 那今天來給您介紹這一台 2022年的馬山 馬山到最後很假的 就把名稱原本很簡單的尊爵 然後什麼尊安 旗艦 改成這個演繹的 以正常常規的那個 EDITION 跟PREMIUM 跟PREMIUM PLUS 就是這個版本 然後上面還有一台叫做 SIGNATCHO SIGNATCHO 應該是這樣量的啦 不知道啦 反正我們簡稱這個PREMIUM PLUS 簡稱PP PP就是它 空車價99萬3的那個版本 那這個顏色 這幾年很夯很流行 有的人叫水泥灰 馬斯達他叫做極淨灰 極淨灰什麼灰 我不知道吃酒賣灰 我們逛一圈 它就是配置18吋的鋁圈 你看一下它的後車廂空間 寬 深 這我整個人倒進去 還有穿耶 背景還有穿 它有那個後座椅的一件 青島快捷拉筆 馬斯達它的內裝質感非常的好 這台車啊 新車很多的防塵套 到現在內裝的都還沒有濕 整台裡面的感覺 完完全全就跟新車沒什麼兩樣 馬斯達這兩年 竄起的那麼快 最主要就是它是日本原裝進口 台灣人很愛日本玩裝進口 日本人做東西不會偷工減料 而且它真的做工很實在 它不會像一些國產組裝 戴起來的古代 荷蠻垃垃海 那那個好像螺絲鬆動什麼東西 忘了裝那個感覺一樣 那日本的 Quality 好我們跳到內裝去介紹囉 走 ok 到內裝之後 這個PP這個版本 其實到上面新的那台 那前的那台 以我知道應該是BOSS的影響 就單純就差這樣子而已 它新車的價差也差一萬多塊而已 我感覺不用再花那個錢 那PP版本最主要它就是多了 駕駛座这车的电动 它是有记忆式 有两组记忆的功能 然后环景影像 盲点侦测 Level 2自动跟车架的系统 自动刹车 车道偏 哦对 最近讨论度非常高的 就是我的车子到底是 车道维持 还是有车道至中的功能 车道维持 没用 直接车道至中 车道至中是什么 车道至中就是 幻自动驾驶的情况下 它是永远处于这车路的正中间 啊你如果车道维持就像那 靠近线上就有点这样打来打去打来打去那种 那种S型的感觉 网友给它俗称乒乓球 啊我们这家的Mazda 这是有车道至中的功能 我刚刚有提到过 很多东西这个煤丝 煤丝保护贴 那个A柱的保护贴 真的感觉很棒 因为前几天下雨 拍片已经都塞车了 所以也没有特别去做一下整理 里面大致上随便弄一下 就拍个影片让你们感受 来到现场你应该会闻到隆隆的新车位 这一台里程数才1万多公里 它1万公里的那个保养已经做完了 来现场上车我会让你看这个保养的数据 每天没得看 新车价99万3 它还有选配MEO的行车记录器 原厂导航 这个导航好像要1万块 所以中央永远的 挂隔热纸 有没有的Loksoft 永远的差不多都已经是破百万 现场开价85万8 网路优位价82万8 跟新车价应该包含选配啦 加起来就是折大概20万啦 吉尼西亚敬离杂盘马自打的车子 你们去新车公司看看还要等车 我们现在现车1万公里 就让你现赚20万了 不要错过这一台优质的日系马三 我们下一集再见咯 拜